歡迎大家來到微電影世界 今天會介紹一位朋友給大家認識 他曾經是粉青 而他亦是紅星 同一時間他亦成為了雙語奇才 他的名字就叫蔡定峰 最近他還接受大學邀請 分享他人生經驗 他的英文真是非常流利 或者有人覺得他是婚姻的失敗者 但他對家庭和對事業的責任心 可以說是有目共睹 最近他也有參與微電影的工作 為手機品牌分飾演不同的角色 將責任感和奮鬥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 當你決定了方向 勇氣 可以帶你走得更遠 停峰一人分飾演多個角色 電單車手 結他工匠 探險家 消防員 拳手 他以一個自白的形式 將每一個獨特的熱血性格演繹出來 沒有質疑 只能堅信即將到來的一切 但你只能不能讓它走 給你更多 沒有誠意 沒有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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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每次考驗 都是向自己選擇 當所有人都在關心結果時 對我而言 才是新的開始 人 只做有把握的事 要如何見識 未知的能量 你是誰 並不重要 大家如果想欣賞整條片段 可以在Facebook尋找 微電影世界 因為是有平凡的人生 沒有平凡的人生 凡是不平凡 愛情故事已譯得好 自然會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要用短短幾分鐘的微電影 來表達得完美 就絕對不簡單 下一集 鵬魚眼和桂倫尾 會為你做個經典示範 歌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